局势说房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继续回答我们局势说房产群友的问题 庆祥他问他就说 商业地产估值和租赁收入之间的比例 他就想知道大概这个cap rate 那我就大概说一下 旅店的cap rate 那旅店的cap rate hotel他也分了 有没有品牌 大概除了酒店又有没有其他的饭店 有没有其他的设施 他这些要分的 但是之前的话可能大概 比方说是7%到8%的cap rate 但最近因为疫情的原因 可能旅店的cap rate 已经到10%了 但你说到10%的时候 大家可能又在争论 买家和卖家又在争论 你现在用这个存收入 是按照疫情期间 2020年的存收入 还是按照疫情之前 2019年的存收入去算 这个大家又可能有争议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hotel的cap rate非常的高 大家要买的话 可能这是最高的 那其他高的office的现在cap rate 也在往上涨8%到10% 还有retail 一般如果你买商业地产 这种现金收益率cap rate 能到8%以上的 基本上大家就会认为那是高风险的垃圾的东西 因为才会有那么多 有的可能像酒店现在有的都可以到12% 有的东西可以到15% 因为你一听到这么高的cap rate 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大家都已经把它当垃圾股去处理了 但是为什么当它垃圾股去处理呢 就是因为大家看它你买过来之后 这个风险有多大 有风险来决定的 所以现在呢hotel的这个cap rate 相对来说是挺高的 但是就算是高 你看见hotel在那卖说cap rate10 但是你要还是要仔细去核对一下 它这个存收入是用2020年疫情期间来算 来估算还是用2019年来估算的 因为就算是他说是10% 但你最后发现它是用2019年来估算的 如果你按照2020年来估算 可能就是4%或者是3% 但是你说应该是用2019年的还是应该用2020年的呢 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应该用它俩的平均数 因为我们知道你买过来之后2021年2022年会比2020年好 但是可能没有2019年好 还是需要时间就慢慢回来的 这个加油站啊 加油站也跟你什么品牌 你这加油站里头有多少这种 比方说我儿子有一天齐睡啊 突然就跟我说说妈妈QT太好了太厉害了 QT是everything together 就是QT是加油站 是饭店 是冰淇淋店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加油站里头 这种首先在这个社区周边的需求 你看方圆一个mail各个路口就只有你这个加油站 不是这种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是个加油站 就你这个竞争相对来说低一点 然后你又是品牌 结果你在加油站里头可能就配的又挺好的 你虽然买的是你加油站这一块 但是旁边就跟着shopping center retail就连在一起了 就是说很多因素是影响的 但相对来说就是加油站的cap rate就大概在5%左右 可能上可能下 就具体看你加油站本身的这些特点 那mobile home呢 mobile home pump这种移动版房呢 它经常是分三类的 一个是就是上面的这个mobile home 如果就是上面的这个mobile home 不包括地的地是别人的 你现在就是投资这个mobile home 就是这个房子 那这个cap rate是要高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投资房地产 实际上最值钱的在哪是在那块地 我们说买房子买房子一定会增值的 增值的是哪块啊 是那块地 上面的房子一定是掉价的 因为你现在买的窗户 逐渐逐渐的你这个热水器花钱花到这里头 你修的这个房顶一年一年过去 它这个价值是往下降的 但是这块地的价钱是在往上涨的 如果你你买的最后特高兴2万块钱 买了一堆一个mobile home mobile home park里头有200家 那最后发现那个地不是你的 你只是买上面的那些建筑物 那这种的呢 你的cap rate可能就要到80往上去 因为你买的是上面的这些东西 上面这些东西是有 是价钱可能是不变或者往下去降的 所以你的cap rate会高一些 那有的人是投资呢 mobile home park 他只投资下面的土地 就你知道投资下面的土地有多省事 一个是土地能增值 我就捂着这块地 五年十年有一天我想给我孙子 就你的风险特别低 你的事情特别少 你挣这个钱很容易 你不用去维护的 你不用去修水管的 你就是确保你这个地还在那 然后上面这个上水下水电载呢 都work就行了 就你的可能比方说你要是做一个mobile home park 你的纯收入可能是你的毛收入的40% 你有60%要花在花费上 但是如果你是那个土地的owner 你那花费可能20% 30%就够了 因为你需要做的事情不多 所以如果你是投mobile home park 那这cap rate的可能就5%到6%左右 因为这个钱容易中 将来的增值前景又大 所以大家都会愿意去买 一去买的demand一上来了 这个价钱可能慢慢就下去了 那还有呢有的人是我连这个mobile home park 加上这个烂的一块买一块投资的 那这个cap rate的就在5到10之间 因为这个就看房子也要分析 你这个地也要去分析 比方说这个烂的 然后上面有100个这种移动摆房 结果你一看你就发现实际上能放200个的 那边还有很多空地 我只要把上水下水一接上去 马上又有100个能进去 这个呢 你买的cap rate的可能就适合5% 价钱就会降一点 因为它有potential将来可能会上去 或者是说呢 现在虽然有100个 我们按照垂手入买的 但是100个里头有10个就是abundant的了 就是在那个移动摆房已经不能住人了 但是还在那放着 这几个比方说有4个有5个这种abundant的房子在那放着 整个都会影响你小区的形象 影响你其他房子的出租 但是你就知道 你把这几个烂房子一拖走 马上放个新房子 马上你就又可以收房租了 你这个租金可以收入就可以上去了 这样的话可能你这个cap rate 你也愿意去往下降一下的 但是还有的时候你看这块地 你最后就说实际上我对内收入都不在乎 我就是捂这块地的 因为这个地段特别好 或者周边在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价值在往上上的 你可能也愿意价钱往下下一下 但是如果你弄了这块地 你看的这个mobile home 一看状况都上面的建筑物也都是你的 那个你去county city 一去问已经很多违规 什么消防啊水啊环境啊 就很多违规 你都需要去更正的需要花钱 然后上面这些板房的这个状况也挺差的 拿过来之后有很多安全隐患都有 你需要拿过来花钱要更新的 你需要投入很多去给他往上给弄上去的 那这种情况你可能那个cap rate 你说我要8我要10低于10我不买的 10%我不买的 所以这是mobile home park 那还有个是r way park r way park就是你建好了放r way的 那现在的cap rate可能大概是7%到9% 但是跟位置有关系的 像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这个酒店呢 短住啊在这个疫情之后都受影响了 但比方说大雾山的就没受影响 某些海边的某些山上的就没受影响 所以现在这种r way park 它也跟你这个位置有关系 就如果你是在城市挺近的 现在没人去 大家都担心这个疫情啊 社交距离啊 你那块我不愿意去 可能现在的价钱就降下来了 但你这个r way park 你可能是在大雾山上 我可能之前在疫情之后 我就看见有几个这种r way park放过来了 我看到那个价钱 我隔两天再去看一下 结果发现他那个价钱他没卖出去 但他把价钱往上涨了 因为他发现这个疫情 来大雾山的人更多了 开房车来的人更多了 他把这个他这个要价就往上提了一下 所以现在就是r way park 跟他周边这个环境有关系 有多少人愿意开着房车到你这来 就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那现在大概的cap read 可能就是7%到9%这样的 safe storage 一种public storage 现在这个都是趋势啊 像这类的话 应该cap read是逐渐在往下走的 只要是cap read逐渐是往下走 你就知道他那个政治前景是好的 那他的cap read呢 一般是在5%到9% 也跟他处的位置 大概这个他整个品牌 他的这个 他的整个这个质量 他的建造成本 这些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知道 safe storage 便宜的可能50块钱一次就建好了 但是贵的可能要 可能要100块钱一次去建好 贵的可能有空调啊 有电梯啊 里头状况都很好 这种safe storage 他的这个质量差别是特别大的 所以他的cap read可能上下浮动也很大 大概是5%到9% 我们再建一个 如果最近马上会卖了 可能就是按照5%到6%的cap read 这样去卖的 或者说我们可能一建好就有人买了 你都不用cap read的 就有人过来买 就是你是空的收入没有 我也都买的 那剩下一个就是公寓 公寓的话在亚特兰大现在是5%到6% 就像一般的话 你就通过这cap read 你就知道这类的房产类型 现在是大家追逐的 想要的 还是大家不想要的 想避开的 就大家都想买都想要的 cap read就在5%左右 那大家都不想要的cap read就从5往上就涨 可能就奔着10%去 那这庆霞问的是这些 他没有提的办公室跟仓储 办公室跟仓储就我现在感觉的 我觉得都是奔到8%到10%去了 但也根据你的位置 你的房客的质量 你的租约的长短有关系 好 那是这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单单就问了 他说具体如何像亚南在你的youtube中提到的 可以把短租变成稳定的长租收入 以便于银行承认收入 就能让下一套房子贷款容易 那这种没有办法 就现在因为银行都是想捡上天花的 他不想雪中送炭 他就担心你的风险 因为他说你现在房子全部都做短注了 银行就担心RB倒了 不允许做短注了 所以银行会担心这些这些事情 他就是你说发生的可能性有吗 有特别小 不发生的可能性是99.99% 但是银行说 我就顶着那0.001% 就是银行担心风险 他不担心你 你状况好 挣的特别多 他不关心 他就关心 你这个楼能处累 我还贷的钱 不要有风险 他就关心这一件事 那如果我们现在能做的 我也没做 但是就是我们 我们背后是这样想的 你就是找个第三方 跟你无关的第三方 你不能自己签租约 你找个第三方 去签个长租约 那个长租约给银行看 你看有一个人 一个公司包下了我全部的20家 这是他的那个租约条件 然后你为了叫银行放弃 你还说这个第三方 他想租我这个 你看他都有个人担保的 他信用特别好 他是一个资产的人 他现在想包下这个 他整个全部都包下来了 可能是给员工住 或者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个人 包下我这个房子了 如果你是就一套房子 可能还更好说了 就一个公司租了你的房子 然后银行就看那个 公司跟你签的长租约 他就符合贷款的条件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 这第三方的长租约 你直接就跟银行说 你说你看我做短租 你看这是我过去一个月的 这是我过去两个月收入多好 那银行一看这个 他还是担心的 可能的办法 就是找个第三方 签一个长租的租约 但是要实事求是 就是说你要有人愿意 长租跟你签这个长租约 然后万一你短租收入 有问题的时候 他愿意按照租约 来给你的价钱补上去 就跟他私底下口头 如果这个短租收入 你每个月收入 他就长租的租金 就是1600块钱 如果每个月的短租收入超过1600 他就很好 因为短租收入就给你了 万一哪一天短租收入低于1600 这个人愿意把这个差价补给你 因为银行就想知道 每个月交房贷的时候 你有钱交 所以第三方在帮你担保一下的银行 可能就放心了 下一个问题 前面他问 他说对于想投资商业地产 shopping center的小白 想买购物中心 该具备哪些条件 如何分析这些deal 我现在一提shopping center就头疼 就说你要买房产 你任何买房产 不光是买shopping center 你就要有 你要搞定三件事 第一个是你要有钱 可能是首付 可能是银行给你 可能是你亲戚给你 但是你要有钱买 这是第一件事 有钱 第二件事 你要买的好东西 所以你shopping center 你说我是小白 我想买shopping center 你就去看那个shopping center 你每天就在那 不同的时间去 不同的店都去 他里头那些房客 你都去 你看一下他生意怎么样 你看他经营怎么样 你看你说我买的是好东西 这个东西 建起来200块钱一尺 现在我讲下的价钱 100块钱一尺 我就买下来了 然后这里头房客的生意都特别好 那家饭店宅 从开始 这个购物中心 一有这饭店就在 已经在那20多年了 生意都很好 就是你自己去看 然后你说 这是好东西 价钱买的又好 我又有钱买 然后买过来之后呢 我能搞定 这是你买房地产 就说你就关心这闪电视 我能买的好东西 我有钱 我有人能搞定 那具体到shopping center 来说呢 你要找到好地儿呢 就是说你的 你买这个房子的cap rate 要高于银行的利息 这个差越多越好 因为这样你才能用银行贷款的杠杆中 我把你的收益抬高 就是你买的价钱又好 你买的cap rate又高 跟银行的利息差别越大越好 这样你的建计流 你的这个收益才会好 那接下来 因为你是买shopping center 不是五万块钱 三十万块钱的事情 可能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你要你要有首付 你要能带到款 如果你首付的钱也没有 你贷款可能也有问题 你从来没做过这个 你去问了几家银行 人家都不带你 说你没经验 我害怕银行都不带你 那你这件事也搞不定 那接下来呢 就说你得搞得定 搞得定shopping center 对于我来说 搞定就是一件事 就是你能搞定招租 你能保证出租率 你如果有这个信息 你说招租我能搞定的 那这个shopping center 你就能搞定 那如何分析呢 是不是好地用呢 就说你买了这个shopping center 你就知道我现在看见的存收入 我觉得这个房子的存收入是这么多 我特别有信息 我能拿到这么多的存收入 而且这个存收入值高不低的 我买过来值高不低的 我一看这个房子的存收入100万 我喜欢不喜欢喜欢 结果我觉得我拿过来 我一定能做到不低于100万的 因为我一看他那水电费 我就能给省下来 我一看他那人工费就能省下来 我一看他那运营成本 我就能省下来 我一看他那个租金 我就能提上去 我一看他那空置率 我就能给提上去 就是如果你判断 这个shopping center 是不是好就是一件事 你存收入 你有多大的把握能做到 多大的把握 你能把它给提上去 因为存收入一提上去 你这个value add就完成了 下一个问题 LY问的 他说小白想购买或者升级 自住房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平均多久之后会再次换房 这是他的问题 那我就想跟他说 我没有答案给你 就说我们没有答案 但是只有适合你的情况 你自己了解你的情况 你适合你的情况 买自住房 我到现在为止 因为我特别忙 我小孩多 我工作也特别忙 我买自住房 就是为了我自身的需要 这是第一 我们家有老人 我要考虑到老人的需要 我们家有小孩子 我要考虑到小孩的需要 我可能小孩子有一些问题 可能老师要交朋友 有一些事情 我要考虑到他们需要 买自住房 你要解决你自身的需要 这是第一位的 那第二呢 你才考虑这个增值的前景 就是买自住房 跟你买投资房是不一样的 你考虑的因素不一样的 你自住房离单位近不近 你去开车是迎着光还是背着光 你小孩上学 你离学校近还是不近 你有老人 有没有人行道可以走 小孩子小区有没有游泳池 就说然后这个学区怎么样 学校你要考虑你要根据你的情况 就选择你这个自住房 这个跟投资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就说我看你这个房子 我自己希望的那些条大概都满足了 那接下来你就要选那种增值前景高的 就是那个增值前景要排在你满足你自己 你们家需求的第二位的 这是买自住房 那多久会换房 我不知道了你自己家的情况 你如果呆着没事为什么要换房呢 你说因为有50万的免税额 我10万买的现在已经到60万了 如果我现在继续住在这里 10万涨到100万多的就要交税了 那我就去换房 我工作变动了 我小孩小学毕业了 现在要升初中 那个初中不好 那我现在可能要换房 我们这个小区里头 我的小孩没朋友 我这个小区我找不到 我给我小孩找不到朋友 我可能要换到那个小区 因为那个小区有很多跟他同龄的小孩子 所以这些换 自住房的买和换 都是根据你自身的情况需求 去来做决定的 下一个问题啊 还是LY啊 关于自住房呢 他说如何知道自己对市场的了解足够了 知道自己卖低了还是卖高了 那这个呢 就说你就盯着出来的房子看 JLO Redfin就这两个网站 就盯着出来的房子看 就看他要价多少 你看他照片看他里头的状况如何 然后你就盯着他多久under contract了 多久卖出去的 卖了多少钱 你就每天盯 你想买房的那片区域 你这样盯 盯一段时间 你大概就有概念了 等到下一个房子 你大概就有概念了 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加州有很多overbid 一买房就这种好多multipal offer 大家往上加价 就如何帮助自己设个上线 超过这个价就不买了 看下一套房 这个也得你自己订啊 你自己订 有的时候就是 你说我要订低了 我永远都买不到 你说我订高了 我想买房 一天就买一个 一天就买一个 我马上就把我钱买完了 结果我发现 别人20万买的房子 我花了22万 我又买高了 我一买完之后 又直拍大腿 我后悔 所以这些 像这种情况 就是你自己去订这个价 因为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情况 城市的发展 我们不了解的 你自己了解 你自己订 就说你就知道 不买没问题 买了可能有问题 可能买高了 所以就说 尤其是你就有 买一个房的这个钱 和这个经历 或者计划 你说我就想买一个房 就说你不买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你买了 可能有问题 如果就想买一个房的话 就说你稍微 稍微订得严一点 这个价钱订得低一点 但是以后你说 我连的offer 五个十个都买不到 那你自己再看情况 网上提一下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大概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下一个问题 就说 首次购房 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壳 那关于这个 我在之前的 举这说法 说过 你去找之前的 这个视频 会说的很详细 下一个问题 一令问 他说 如何在美国外的市场 比方说加拿大 与亚南短租管理公司 进行合作 比如帮忙找房源 如何操作利润 如何分配 那这个问题 你可以直接联系亚南 他自己也有 他的这个YouTube频道 他也在我们这个群里 我所有的短租的群里头 都有亚南 他有兴趣的 你加拿大你在哪 他都有兴趣的 但前提就是 如果他的团队 在你那个城市 他没有团队的话 你的量要足够大 他在直当过去 他在可能跟你去做 你的量要上来 好 举这说房产 这是我回答问题 就回答到这 那下期我们再见